今天下一个话题呢 是这个雇主和员工 回到这个worksite工作的这些问题 那这些是很多新的面临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面临过的问题 那一个雇主 把他们的员工带回公司之前 我觉得第一个是要考虑的 是这个联邦政府新的这个病假法律 这个是4月1号成效的 一直到今年12月31号年底有效 这个法律呢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紧急带薪病假法 我们叫EPSLA 另外一个是紧急家庭病假扩展法 EFMLA 这两个是一起的 那雇主呢是有第一的责任 是付这两个法律的这个开销 其实雇主付出去的开销 可以通过这个税 tax credit去收回来 因为每个雇主会替他们的员工 去付这个payroll tax 那这两个法律呢 那这两个法律呢 EPSLA 然后EFMLA 只包括低于500个员工的雇主 所以比较大的企业 没有包括在内 我们先讨论这个 紧急带薪病假 EPSLA 那这个全局员工 就是每个礼拜工作 或schedule to工作 40个小时 或者更多的员工 可以拿到80个小时的病假 这是80个小时 比如说两个礼拜 然后呢 part-time employees 监职员工 也可以拿到两个礼拜的病假 其实他们是要看 这个part-time employee 员工 他这两个礼拜 平均的工作小时是多少 所以这个工人 如果平均 每两个礼拜工作 是60个小时的话 那他就可以拿到 60个小时的病假 雇主可以看 这个part-time工人的 六个月的平均记录 所以这个两个礼拜的平均 是可以往后看六个月 这种病假呢 是跟加州的病假 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病假 如果今年没有用完 员工不能说明年再继续用 因为这个法律 到年底就没有效了 那员工可以为了什么原因 去用这个病假 然后病假给多少钱 所以这是三个最主要的原因 工人可以用这个病假 一是这个员工 他本人受到政府 一个是联邦政府 加州政府 地方政府 隔离的命令 或者这个工人 受到医疗的 这个provider的隔离 的建议或者命令 或者这工人 他本人有这个疫情的 这个症状 因为有这三个原因的话 工人可以拿到他 一般一天的 完全的工资 可是一天不能超过 511块 总共不能超过 5110块 除了那个三个 主要原因以外呢 还有两个其他的原因 员工可以用 这个联邦政府的病假 另外一个是 工人在照顾 另外一个人 另外这个人 受到政府的隔离命令 或者受到这个 医疗的这个隔离的建议 或者这个工人 在照顾他的孩子 不能是他的妹妹 或者弟弟 是必须这个工人 他自己的孩子 然后他的孩子的学校 或者daycare 因为这个疫情被关闭 因为这两个原因 用病假的话 那工人只能拿到 他们三分之二的工资 然后一天不能超过200块 最多不能超过2000块 那我们现在呢 讨论这个EFMLA 紧急家庭病假扩展法 这也是一个非常新的法律 这个法律呢 是跟这个紧急 病假是合在一起的 那如果工人给这个雇主 最少工作30天 才能拿这个休假 这个假期呢 是12个礼拜最多 Job Protected League 就是说这个工人 收了这个假以后 他有权利回来他的工作 只有一个原因 员工可以用这个假期 就是他的孩子 第一18岁 然后孩子的学校 或者daycare被关闭了 那这个假期呢 12个礼拜 只有前10天 是不给工资的 等于说前两个礼拜 那这两个礼拜 没有给工资的 这两个礼拜呢 员工可以用紧急病假 去补贴 所以其实这个整个 12个礼拜 是可以拿到钱的 那这12个礼拜 这个10个礼拜的 这个给钱这部分呢 也是跟那个紧急病假一样 7 jar 员工的工资 一天不能超过 200块 总共不能超过 1万块 那小型企业呢 就是低于 50个员工的企业 可以申请 这个EFMA的豁免 OK 可是申请这个豁免呢 雇主必须要证明 如果他给这个假期 EFMA的假期的话 这个补助的话 他这个企业 就没有办法 这个营业 所以基本上会倒闭 这是很高的一个要求 那加州这个 我们开放呢 有四个阶段 我们可能大家都在 新闻上有听说过 我们已经过了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 大家都留在家里 除非 Your essential workforce 那第二阶段呢 是比较低风险的工人 可以去回去工作 我们现在呢 已经到了第三阶段 在第三阶段呢 每一个县 加州每一个县 开放的这个时间 和企业都是不一样的 何况每一个城市 都有不同的要求 那在洛杉矶县呢 我们现在开放 大部分的企业 都有开放 像这个赌场 剪头发的地方 全部的办公室 酒吧 餐厅 旅馆 都基本上有开放 可是开放 有很多的这些要求 那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停止 这个emergency order 让大家都可以 回去工作 那雇主 决定开放之前 有很多问题 需要考虑 第一个问题呢 雇主应该考虑的是 哪一组员工 应该让他们 回来工作 不是说 OK 政府允许 这个企业开放 我们就会要 全部的员工 马上回来 对吧 雇主呢 这个重新 呼应员工的时候 也要很多 仔细的考虑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很多的案件 因为可能 这一个部门 有十个员工 有一个没有带回来 那这一个员工 是搞歧视 我们现在已经 天天看到这种案件 所以雇主 准备把员工 重新这个 雇用的时候呢 要考虑一下 我这个人 这两个人 这三个人 我不带回来 我有没有一个 这个生意上 business的旅游 原因 OK 那我们的建议呢 是 慢慢的开放 这个workplace 就是说很多员工 如果他们不想 回来工作 不要逼他们回来 雇主也可以先问 谁现在想 回来办公室工作 OK 然后 如果雇主 可以允许 他们的员工 在家工作的话 work from home 那我们建议 他们还是 制式允许 他们这样子 雇主呢 应该是考虑一下 哪一些员工 在家工作 是一个选择 OK 像很多行业呢 虽然在家工作 是可以这样子 错误的进行的 可是不是特别ideal 不是特别理想的 OK 像我们律师 都有很多是 可以在家工作 可以在家工作 不是特别理想的 一个情况 那现在的阶段呢 我们建议还是 允许这些员工 在家工作 我们还没有到 那个阶段 就是说我们必失 让全部的人 都回到办公室 来工作 之后呢 我们建议呢 雇主呢 Transition Backing Phases 就是说 考虑 我们可能把 我们公司的员工 分成三类 对吧 一类是 我们必失 紧急 需要他们在公司工作 可能有一些事情 必失 需要他们在公司 去做的 OK 这些人先回来 第二拨人 是可以在家工作 可是 不是特别理想 可是我们现在 还是继续 让他们在家工作 第三种可能是在家工作 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情况 那些人 我们就可能长期 让他们在家工作 那当然很多企业 在家工作 不是一个选择 对吧 你可能 这个剪头发的 就是 你没有在这个公司工作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给人家 解释 所以有些工作 不能在家工作 那加州政府呢 对每一个行业 都有它严格的一个要求 在这个网站 在这个网站 COVID-19.ca.gov Industry Guidance 你可以找到 加州政府 对每一个行业的 这个开放的要求 可是我们现在 有五个这个要求 是最基本 每一个雇主呢 应该开放之前 做一个风险的 这个估计 assessment 然后有一个 这个保护员工的 一个计划 也应该 每个雇主 去培训他们的工人 怎么避免 COVID-19的这个 spread的传播 然后教工人 怎么去在家 去screen themselves 看他们有没有 这些symptoms 然后呢 雇主也是要 知道怎么 就是说 implement individual control measures and screenings 就是说很多这些 要求 是要求雇主 每个员工 到了公司 要检查一下 他们有没有病状 雇主也应该 执行 这个消毒的 这些政策 然后大家 分隔这个 physical distancing 的这个要求 那除了这些 加州政府的 这个要求以外呢 加州政府 有一个部门 叫Cal OSHA Cal OSHA 这个政府部门呢 是负责 呃 传加州 员工 安全的 一个部门 那这个 这个COVID-19 之前 Cal OSHA 已经有了 一个要求 就是说 每一个雇主 都要有一个 受伤 生病 避免的 这个program 因为叫I-I-I-P-P-P 很多雇主 不知道 他们要有这个 Cal OSHA 也有要求 每一个雇主 去determine 这个COVID-19 是不是在他们工作 这个地方 是一个风险 那当然因为COVID-19 这么普遍 基本上 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公司 都有COVID-19的风险 因为COVID-19 是个工作的风险 每一个雇主的I-I-P-P 都要考虑COVID-19 都要有执行 这个传染的 这个控制的 这些measures Cal OSHA呢 给我们一些 general的 这个guidance 关于怎么去 我们的I-I-P-P 应该都包括一些什么 那最基本的是 有病的员工 送病的员工 叫他们留在家里 如果病的员工 来到公司 叫他们回家 或者去医院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也需要给 这个员工 联邦政府的 这些病假 如果员工病的 或者有发烧 或者有吸呼的问题 他们不能回来公司 最少他们要达到 这两个要求 一个是 有三天没有发烧 没有这个呼吸的问题 然后最少十天 没有任何病状 我们也是要 就是说执行员工 如果回到公司的话 他们有病状 要马上告诉他们的雇主 可是呢 雇主呢 也是要非常小心 不能就是说 随便问员工的病状 是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些 隐私的这个权利 雇主也应该 这个支持员工 在家工作 如果可以的话 也不应该要求员工 去 travel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雇主也是要 把员工 带回来之前 做training 培训 那这些培训呢 是非常 这个 obvious的培训 像雇主 是要教他们的员工 COVID-19的病状 是什么 什么时候 应该去看医生 怎么避免 他的传播 有这个 也是要教员工 虽然你可能 没有病状 可是如果你有COVID-19的话 你还是可以 传染给别人 怎么避免 这个COVID-19的传染 by using 这个口罩 然后打拼 替一些要求 雇主也需要 教他们的员工 怎么去洗手 不要动眼睛 鼻子 不要去用 这个sharing 的personal items 雇主要给员工 这个卫生纸 落色筒 hand sanitizer 怎么去安全地 用清理的 这些东西 我们的建议呢 是雇主 把员工 带回公司之前 可以在网上 做这个training 除了training以外 雇主必须 要做一个调查 看他们的员工 需要什么 这个PPE OK 就是说个人的 这些保护的 这个 equipment 如果需要PPE的话 雇主 必须 把这个PPE 准备好 给员工 或者如果他们 没有买到 这个PPE的话 员工自己买 雇主要 给员工 这个报销 那每一个行业 公司基本上 需要的PPE 都是口罩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 基本的 这个PPE 可是每个雇主呢 也要看 他们的这个 industry的这个 guidance 看需要 看需要什么 什么种 的PPE 因为每一个行业 有不同的要求 每个雇主 也必须 make sure 他们的员工 是知道怎么 去用清理的 这些东西 那现在 这个CalOcean呢 没有建议我们 一般的工人 去用N95的 这个口罩 因为他想留给 这个医疗workers 那我们今天 讲这些话题呢 几个重点 就是雇主 把员工 带回来之前 应该看一下 他们有没有 这个IIPP 如果有的话 要update 和这个align with CalOcean 加到政府 最新的要求 如果没有IIPP的话 这个雇主 需要准备一个 雇主呢 要这个implement 这个传染 这个避免传染的 这些要求规定 然后training 任何文件 跟这些 有关系的文件 雇主都是要保留好 那雇主有些 不知道的地方 应该找尊家去问 那有一位 观众的问题是说 那如果要出差 但是员工 不愿意出差 比如说 他不想坐飞机 因为坐飞机 毕竟有一些风险 所以如果雇主 遇到此类的情况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从一个法律的standpoint 来说呢 从雇主的这个standpoint来说 如果雇主 给这个员工 全部法律要求 给的这个保护 对吧 口罩什么都给了 然后员工 不愿意去做这个工作 那雇主 按道理来说 OK 我有这个权利 去开除一个人 还是怎么样 可是走这一步之前 雇主要考虑很多东西 对吧 他有没有全部遵守法律 他用的东西 有没有都有 这些一切都要考虑 然后这个要求员工 去travel 是不是真正的 必须有用的 必须要 的这个travel 对吧 都考虑完了以后 雇主可能都不想 去开除这个员工 因为雇主其实唯一能 逼一个人 去做一件事情的权利 就是你不做 OK那好 那我开除你 OK 可是走这一步之前 雇主太多是要考虑的 对吧 因为 在现在的这个environment下呢 我们一般不会建议雇主 就是说 轻易的这样子 因为这个原因 是开除一个人 因为 你今天把他开除掉了 因为他不愿意travel 他可能可以给你找到 十个你没有遵守的 这个法律规定 对吧 或者他说你在提示他 或者怎么样 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非常处杂的问题 然后 也需要这个专家 去看他每一个 fax 事实 然后再做一个评论 好 谢谢 那下一个问题是 如果公司要求 原来的contractor 变成employee 但是contractor 这个人就是不愿意 变成employee 他不配合 那企业有没有办法 减少以后的风险 OK 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过很多次 很多雇主呢 被告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这个工人 他就想拿1099 因为他不想交税 他自己说 他要当1099工人 他何况 他都跟我签了合约 说他是1099工人 可是你到了法院以后 这些都没有用 所以呢 如果一个工人 不愿意 当你的员工 那你就其实一个选择 不用他 如果雇主 去用这个员工的话 那你就要遵守 这个AB5的法律 那下一个是说 有一位观众是说 如果员工说生病了 雇主怎么知道 员工是真生病 还是借口生病 从法律上 有什么可以帮到雇主的 没有太多 没有太多 对吧 因为如果雇员说 我今天发烧了 OK 那你能说 OK 你不来上班 我来测验一下 这个都是 因为这是非常新的 紧急的一些问题 对吧 那如果雇主 抓到这个员工 在说谎 再怎么样 那这个雇主 当然可以采取 这些 discipline的行动 联邦政府的这个病假 它也是有限的 对吧 它是两个礼拜 然后雇主 花出去的开销 也是可以从这个 tax credit 拿回来 所以 我觉得 我宁可 让一个人 占一个小便宜 让他在家待着 我也不冒这个风险 好 那还有人问说 有没有 IAPP的模板 所以我们 可以帮 这个雇主 准备 IAPP 那我们 不能说 给出去 我们以前客人的 这个模板 对吧 因为 这个模板 有他们的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然后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企业 也有不同的 information 可是我们可以帮 这个雇主 去准备 一个新的IAPP 请问律师 有没有什么 能帮到雇主的 加州规定 加州看来 做雇主太难了 没有任何的保护 对 加州的法律是 非常向于 向于这个员工的 90%的案例 都会和解 所以 其实最能帮助雇主呢 就是来自这种 讲座 遵守这些法律 因为太多雇主 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 这些法律 然后 对原告律师来说呢 告这些不懂得雇主 太简单了 一告马上会和解 所以 遵守法律的雇主 被告的激励 会少一些 好 那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经文 已经修了12周的 PFML 还可以继续 EFMLA和 EPSLA吗 他已经申请了 12个礼拜的 紧急家庭 这个病假扩展法吗 PFML 然后他就 他就问 对 他还问 可不可以申请 就是您刚才讲的 另外 另外一样 反正这个 紧急家庭 病假扩展法 是一个单独的法律 所以就是说 doesn't matter 你以前 修了什么假期 如果你没有修 这个紧急家庭 病假扩展法的 这个12个礼拜的 假期的话 那你是可以修 这个12个礼拜的 假期 好 那如果员工 申请EFML 和EPSLA期间 还没有正式 开始休假 那公司就通知员工 因为COVID-19的原因 您business有影响 决定lay off 该员工 那员工有什么办法 维权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个法律上 这个statute没有写 可是 据我们所看的 这个政府的guidance 雇主 是可以 因为合法的原因 开除解除员工的 那一个员工 受到解除开除 像他可能是 在我们的这个 business这样 70% 我要把这个部门 shut down掉 那如果雇主 把这个部门 shut down掉 这些员工 就没有这个 病假的权利了 虽然说 加州目前 可以允许开放学校 但是作为家长 我还是不放心 让孩子返回学校 毕竟我们孩子年龄小 没有办法 做到学校要求 全天带苦道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所以 如果我还要继续 看孩子的话 我可以因为这个原因 来申请 EFMLA和EPSLA吗 这个问题 我还倒没有看到过 可是法律说 你看孩子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学校 被关闭了 那如果学校 开开了 从今开门的话 那你可能就不能 用这个原因 去收这个病假了 那申请这两个病假 是直接来跟雇主申请 还是比如说 像申请EDD那样 有一个专门的 一个程序 跟雇主直接要求 所以我们不想听